大家好,我是老周 欢迎收看老周新观察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印度的核潜艇 说到海军什么样的舰船才能称之为重器 很多人都马上会潜到航母 但是实际上核潜艇的门槛要比航母更高 而说到核潜艇 很多人对核潜艇的概念是有所混淆的 他们想当然的认为 带核导弹的就是核潜艇 其实核潜艇的概念非常清楚 是采用核动力的潜艇才叫核潜艇 也就是说它的这个核是指动力的核 而不是指携带武器的核导弹的核 核潜艇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叫攻击核潜艇 主要装备的是鱼雷反舰反潜导弹 或者是巡航导弹 是以攻击对方的战舰潜艇为目标的 主要执行的都是战术性的人物 当然现在由于技术的发展 有一些攻击核潜艇也能够携带巡航导弹 也具备了对岸上目标的一定的打击能力 第二大类叫导弹核潜艇 也被称为战略核潜艇 它主要装备的就是前射弹导弹 主要担负的就是对敌方按上目标的核打击人物 这才是真正的既有核动力 又有核导弹的核潜艇 这也是一个国家核武库中最具威慑力的海基核力量 是真正的大国重器 好讲完了核潜艇的基本常识 我们接着就讲印度的核潜艇 印度核潜艇是从租借开始起步的 80年代向苏联就租借过一艘核潜艇 2011年又向俄罗斯租借了一艘阿库拉吉攻击核潜艇 租期10年租金7亿美元不便宜 明年就到期了 所以印度又和俄罗斯签订了新的协议 马上要再租借一艘新的核潜艇 租期还是10年 但是这回租金高达20亿美元 确实有点贵 当然印度花这么多钱租借核潜艇的目的 是为了学习核潜艇基础 发展自己的核潜艇 在这些基础上呢 确实印度在2009年就下水了一艘导弹核潜艇 但是呢进度比较缓慢 一直到2016年才刚刚服役 而且这一艘坚敌者号导弹核潜艇 排水量不过6000吨 只能够搭载两枚K-15潜射弹导弹 或者四枚K-4巡航导弹 那个K-15潜射弹导弹 是印度国产的 最大射程才只有700公里 连中程弹导弹的门槛都没达到 冲其让就是一个近程弹导弹 所以它的攻击范围非常有限 而且呢K-15几次的发射实验 都是在水下发射平台上进行 还没有在坚敌者号航母上真正进行过 所以坚敌者号潜艇 到底具有怎样的战斗力 现在还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据说印度已经又开始建造第二艘 但是以印度这种蜗牛式的建造进度来说 第二艘即便现在开始建造 估计十年八年也未必能够造出来 除了导弹核潜艇之外 印度还计划建造六艘ATV级攻击核潜艇 ATV就是先进技术潜艇的缩写 这一型攻击核潜艇水面排水量2300吨 水下排水量2900吨 有6具533毫米鱼类发射管 可以发射鱼雷 也可以发射巡航导弹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它所携带的巡航导弹 是可以携带核弹头 只是射程小了一点1000公里 但是就算是这一款攻击核潜艇 因为有了核弹头的悬航导弹 所以它也具备了一定的核威慑能力 可以说是一种简略版的导弹核潜艇 也不能够小事 只是呢 现在还没有真正开始建造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印度的核潜艇 数量少 性能差 它的坚定者号导弹核潜艇 可以说是在当今世界上 各国的导弹核潜艇中 性能是垫底的 但是好歹让印度解决了核潜艇 有和无的问题 终于能够踏进了核潜艇俱乐部的门槛 成为第六个拥有核潜艇国家 而前面五个国家 都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 中美俄英法 可见核潜艇确实是只有大国 才能玩得起的东西 含金量很高 就从这一点来说 印度有了核潜艇 总算是迈出了第一步 当然它的核潜艇发展之路 还很长很长 今天关于印度核潜艇 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您收看老周新观察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您多多评论 转发 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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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下期再见